我爸是真的狗 直到我20岁才告诉我 我是一个隐藏多年的富二代 还不知道银室有这么一个地方 有钱人真会享受啊 不是吧我的文大少爷 这法盛西餐厅 可是你们文家的产业啊 是这样的吗 走吧 吃完了 带你玩些更好玩的去 更好玩的是哪里 当然是你文大少爷家的赌场了 你以为这法兰西是什么地方 我爹还开赌场吗 对呀 我真是好奇 叔叔是怎么拿下来 这正规赌场执照的 听说你们文家 就是靠这个发家的 李诺刚带我走进去 诺诺 真的是你 我说黄成 你别这么阴魂不散行吗 我跟你关系很好吗 这是谁 废话 当然是我男朋友了 瑞瑞 我帮了你那么多回 也该你帮我一次了 这是黄家第三代嫡系 就是你送邮票给黄老的孙子 我快被他烦死了 小子 我劝你识相一点 离李诺远些 黄成 你吼什么吼 你以为你是谁呀 这时 周凯走了过来 黄成 怎么回事 远远就听到你的声音了 嗯 呀 这不是大名人文锐吗 怎么在哪都能碰到你 怎么也学别人 赌钱来了 只可惜呀 赌钱靠的是家底跟自信 恰巧 这两点你都没有 周哥 这人你认识 一个跳梁小丑而已 黄老弟 换个地方说话 你对那个文锐不爽 太不爽了 这人是什么来头 从哪冒出来的 哪有什么来头 一个刚从银大毕业的穷小子而已 攀上了李诺这个高知 就以为自己也是个有钱人了 穷小子 这李诺找个穷小子 也不找我 不错 不过黄老弟 你也不用表现得这么愤怒 这文锐 可是你的福星啊 嗯 周哥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这文锐生生将你爷爷气得住了愿 你看文锐不爽 你们家看文锐更不爽 你不是想要得到家里的重用跟认可吗 这文锐 就是上天送到你面前的 只要你给他点颜色看看 我这还有很多生意能跟你做一下 而你跟我终时合作 你们皇家可不会看不上吧 哦 那哪能呢 周哥 我们家要知道 我能跟你合作 那不得高兴死啊 说完他就招呼了几个小弟过来 李诺身旁那个男的 今晚别让他舒服离开 周凯也给秦明月发了条消息 哦 明月 法圣西餐厅门口 你那个前男友 因为招惹了李诺的男人 被人盯上了 你如果去得早 应该还能见到他没被人打残的一面 几小时后 李诺带着我走出法圣西餐厅 小子 天黑了 一个人回家不安全 我们送送你 我认得你 你是皇城那个小弟是吧 你什么意思 大嫂别急 这事不是针对你 是针对这个小子 小子 你如果不是一个闹肿的话 就别躲在女人身后 跟哥几个走一趟 让他跟你们走 你给我把皇城叫来 让我看看他是不是疯了 说着青年 把我的衣领揪住 你给我松手 秦明月大步走来 身后还跟着四名壮汉 作为文家的少爷 怎么可能没有保镖 老陈早就给我安排了保镖 只是平时并不会露面而已 我让你松手 是不是没听见 这四名壮汉 全都一米八级 接近一米九的身高 这群鬼火少年 跟他们是不能比的 然后他们连忙逃走 落河第四人民医院 爸 我们真的不知道那位 是文家的少爷啊 按时来的周凯 不是说 他只是一个 帮上了李家的穷小子吗 我还以为 你愚蠢 你到底有没有脑子 这么多年是不是 都活到狗身上了 先不说得罪文家 我们有什么下场 黄明志 做人不能忘本 没有文家 哪有我们的今天 你这是让我干了 忘恩负义的事啊 爸 你先别急 今天已经晚了 等天一亮 我立马赶到尹市 去跟文少爷认错 这时 黄家的管家拿着手机 走了过来 老爷 您是那边来的电话 是文家的陈老找你 陈老 这么晚打电话 那个黄成 是你孙子吗 对 是的 然后陈老把他孙子 今天晚上做的事 都说了一遍 黄老爷子脸上的笑容 瞬间变得愤怒 陈老 您放心 这件事我绝对会给您一个交代 挂完电话后 快 快让人把黄成给我叫过来 立刻 黄明志连忙拨通了黄成的电话 周哥 真被你说准了 家里让我现在回去 说有事找我 周哥 太谢谢你了 都是哥们 这些什么 走吧 我送你过去 洛河 晚上十二点 第四人民医院门前 黄老弟 你先去忙 我在这等你 大伯 爷爷找我吗 你先进去吧 听说你今天在银市干了一件大事 爷爷 也不是啥大事 这都不算大事 那什么是大事啊 你真是我皇家的好祖孙 好祖孙啊 你身为我皇家三代嫡系 平日里不学武术也就算了 可今天 你竟然胆大包天道去打人 你说 我皇家到底有哪对不起你呢 爸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镊子 你连文家少爷都敢动 你疯了吗 你想毁了整个皇家吗 你说 那个文睿 是文家少爷 畜生 你给我跪下 爸 爸 我真的不知道文睿的身份啊 我要知道他是文家少爷 你借我一百个胆 我也不敢啊 滚 你给我滚 从今天开始 不要说你是皇家人 爸 这是 这是不要我了吗 记住 以后别再被人当枪使了 走吧 医院门外 黄老弟 你这是怎么了 难不成老爷子他 周凯 老子今天弄死你 都过来 给我把他往死打 黄老弟 不 黄哥 黄爷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有误会 别打 别打了